南投縣112年社會及學校優秀青年代表們 今年共有86位 今天上午由南投縣舊國團總幹事邱冠章 帶領社會優秀青年拜會議會 因議長何順豐另有行程 由南投縣議會公關室檢任秘書李永曲代為接待 表達何議長的誠摯歡迎 並與各界優秀青年進行意見交流 首先非常歡迎我們112年的南投縣社會優秀青年 它分布得非常廣 四種工商都有 非常歡迎來參觀我們縣議會 我們縣議會的運作情形 還有議員產生的情形 讓他們知道還有議員可以幫助他們做什麼事 讓他們一一了解以後 還幫助我們縣政的運作 這些優秀青年都是精英 每一位在各自的領域有不凡的表現 且在社會上熱心共益幫助弱勢 期盼結合公部門 與優秀青年進行多項議題的討論 讓南投的縣政 觀光 農業 社會及教育等 未來能夠持續的進步 那我們今年透過選拔出來之後 我們總共有社會優秀青年40位 跟學生代表46位 總共86位 均是今年的一時之選 來自各界的精英 這個優秀青年甚至有包括一些農業界的代表 非常的優秀 非常的突出 那今天來參訪議會很感謝議會的招待 那也了解議會整個操作的流程 跟我們民意要去參與這個縣政的運作的一些過程 收穫的非常多 會中優秀青年踴躍發言 雙方併護證紀念品及合照 對參訪醫師廷留下深刻印象 了解醫師殿堂實際的運作情形 更加認識議會一時運作及程序 今天非常榮幸來議會這邊 其實坦白說因為沒有來過這邊 會覺得說這個地方真的 為了社會就是很多的一些議題 然後就是可以幫人民解決了一些問題 我們通常就是只是在電視上看到 會覺得說大家到底在做什麼 通常都是在直播上面 或者是電視的新聞上面才可以看到 但是今天親自到場才會發現說 這真的跟想像的不太一樣 有聽到一些其他社會優秀青年的提問 然後讓我們去知道說 其實我們的問題是 議會是真的有在解決的 那我們有一些可以去追蹤的管道 青年是社會的動量 議長和盛峰相當肯定 優秀青年們主委群現青年學習的開模 希望透過優秀青年的力量 在社會各個角落為設計打拼 創造更美好的未來 記者洪一輪南投仙議會采訪報導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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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